大家好,我是吉祥 今天咱们把跟前我 附近这块有个小园子 种点苞米 到时候喂鹅、喂鸡 它得用 饲料苞米种点 这个地是我一个正义大哥家的小地 在我那个地下 我的地在这个上面呢 在这个坡上面 是我的地 正好我用用它这个机器 用它这个机器播种 这个播种挺快的 挺好使的 不爆米籽的 看我大哥多能干 不啥好活 这比人抛根点子都不强多了 比人抛根点子都不强多了 那边是加肥的 这边是加籽的 加子种的 一边加肥一边加种的 现在又出了一个心弹 前边推着籽走 后边就跟那个 咱们那个播种机 似的那那个古路似的那一个 就一个 完了还 垫的吧 好像是 它底带那种 哦 有那种 也是单个笼子 也是单个笼子的 看我这块都靠河边 河水大 现在都快上来了 好 开始拨我这块小地儿了 好 看我洗手的那个推呢 好了朋友们 这块儿这个玉米地儿种完了 到时候养点大鹅啥的在这块儿跟起来养点大鹅 种点玉米 到时候喂这个鹅啦鸡啦啥的都能派上用场了 要不这小地儿没啥没啥也种不了啥东西 像种一些黄豆啥的 收也不好收 到时候收个鸡进不来也 然后就种点玉米吧 种点玉米 好嘞 能要不喂鸡 喂鸭 喂鹅啥的 像我们这个 在农村守着 守着家里边还得买 买饲料味 咱们自己这个有这小地儿的话 种点玉米 其实就够味了 也挺好 是不是 到冬天的时候可以吃点 自家味的这个 呃 纯这个农家大鹅 鸡 鸭啥啥的 好 朋友们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谢谢你们观看 欢迎 呃 评论一下 多多评论 转发支持一下 下期见朋友们 再见再见